艺人罗莉塔13日参加节目天天乐财神录影 她受访时被询问前两日与小嫌出外景 婚变消息传出后小嫌状况如何 罗莉塔佩服的说她玩游戏很认真 一直赢超厉害的 今2017年是多事之秋 刻意柔小嫌等多位女星都遇上感情挫折 记者询问罗莉塔是否想帮她们打气 鼓励她沉思骗策回答 我真的只能说加油耶 因为我妈妈也离婚 所以我就觉得 小嫌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 图翻设字脸书 2017 12 12 罗莉塔被问到先前被Uber Eats 员工现漏家中地址 寄出律师还没有回应 是否想好求偿金额 她无奈表示还没有 其实律师有说过 这个提告没办法求偿什么金额 因为要看法官判 比如说这个罪该赔多少这样子 她强调只是讨的公道 而且律师很罕白的说 你这个就算要到钱 可能我的律师费还比较贵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笑出声 说完整件事 她不仅敢喊 只能说大公子啊 有钱真好 她被问到 圣诞节如何度过 开心透露那天张飞新节目开录 工作时间可能会到晚上11 12点 提到这件事 她忍不住仰起嘴角 都没有遇过飞鸽 我很期待 小时候有参观过龙雄虎地录影 那时候还是小孩 觉得很兴奋 对于几年后 尽可以在工作场合 与张飞相遇 她感到很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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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